最近中国女排正在福建漳州集训 期待在巴黎奥运会站上领奖台 取得好的成绩 在此期间 很多球迷都非常关注中国女排 接下来奥运会的系列安排 尤其是关于朱婷的使用问题 到底首发还是替补 就在最近 央视针对中国女排这份12加1的名单 进行了解说和点评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到底是什么情况 首先从中国女排公布的奥运名单 可以发现 包括朱婷这些主力都在其中 主攻方面总共有5名球员入选 不过后续真正出战比赛的时候 可能只有两名女排的主攻 能够担任首发 到底谁能够担任这个重任 朱婷作为中国女排的一姐 会不会被主教练蔡斌再度弃用 日前央视针对中国女排这份名单 做了具体的点评 铭记杨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杨领用16个字来回应了 这一份名单的争议 认为这一份名单 是目前最完整 最合理的一份中国女排奥运阵容 此前在中国女排 公布了奥运名单之后 有些球迷曾认为 王云露比起丁霞这些球员 更应该入选大名单 质疑中国女排教练组 在个别球员的使用上面 出现了不少的问题 如今央视已经用他们的态度表明 这一份名单就是中国女排 现在能够选出来 最合理的一份名单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于我们球迷来说 再去争论太多 估计也没有用了 另外一方面 关于接下来首发的问题 央视记者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央视记者认为 李盈莹应该会首发 但是另外一名球员 到底是张长宁还是朱婷 会搭档李盈莹首发 目前还很不好说 不过他表示非常的期待 从这一点来看 接下来李盈莹 依旧是中国女排绝对的核心 另外一方面 到底是朱婷 或者是张长宁和李盈莹搭档 现在还是伪直数 不过按照主教练 蔡斌之前的用人习惯 但凡他对中国女排 这些主力球员 有清醒的认识 应该都知道 朱婷才是应该和李盈莹 搭档首发的那一位队员 毕竟从最近的系列表现来看 张长宁虽然在香港战的比赛 拥有过高光时刻 但在后续参加 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过程当中 他带队却遗憾大比分 输给日本女排 那场比赛证明 张长宁并不适合在场上打太久 他的体能 以及对整个赛场的判断 都有不少的短板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朱婷接下来跟随中国女排 征战奥运会 他才是应该首发的那一名王牌队员 如果主教练蔡斌继续让朱婷担任替补 后续中国女排 估计会取得非常糟糕的成绩 我们希望球队 不要再犯下同样的错误 毕竟在之前的 世界女排联赛小组赛中 中国女排教练组 就因为自己的一意孤行 让朱婷坐在替补席 导致中国女排接连溃败 希望接下来 中国女排排能够改变局面 努力登上奥运会的领奖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